大家好啊 刚才那个粉丝给我爆料哈 他们家是安徽那边的哈 原来做那个一个副厂的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在汽车配件的圈子里边 有正厂的 有副厂的 还有配套的啊 这个东西里边是吧 副厂这里边事就大了啊 这个利润空间 他说做一个驾驶式的组装 啊 纯利润三万以上啊 三万起 一年三百台啊 他们家一年就挣个九百万一千万 六年挣了五千多万六千万 至少啊 可能还有别的生意 但是现在啊 这个他们那环保局查的严 之前送了环保局长 以吃饭的名义送了二十万 后来不管用了 后来就扬州那边做这事啊 扬州那做 然后拿到手的利润不足一千了 同行基本都不想做 辛辛苦苦谈一单 还不够仓储成本的 我们家从疫情开始到现在都在吃老本 都在吃老本啊 公司的人数也从三十人的规模 缩减到现在只有六个人 那就是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遣散了啊 只有百分之二十了 不怕侃爷您笑话 只有两个客户经理上了社保 其他四位都是拿基本工资 而且还是现金啊 有点类似于那种日节工啊 干一天活给一天钱 可能是这意思啊 实在太难了 昨晚我看了一条新闻 啊 这个叫做中卡销售五连将 上位摆脱国六啊 国六是个标准啊 标准的影响 国家表面上讲的是国五和国六 这个标准交接之际影响到了销量 所以销量暴跌 但是实际情况是国六的重卡 销量也平平 物流运输量抖降 省内物流运费暴涨 我在想 如果物流行业都出问题了 物流就相当于这个血管嘛 对不对 那是真的出问题了 自今年南京疫情以来 我们家的公司往江苏的物流 全部都停止了 连汽车配件 这种货物都进不去 好不容易等到南京的疫情过去了 扬州又开始了疫情了 这前一段扬州不也挺严的吗 说好多老太太打麻将 在一个大房子里也互相感染嘛 对不对 模具厂那边又耽误了俩月 后来河南又有疫情了 广州又有疫情了 那就真的没办法计算损失了 我是从今年的年终啊 就夏天嘛 可能五六月份啊 开始看坎爷您的节目 很喜欢坎爷聊天的方式 像是家里的长辈啊 可能是一个老大哥 或者一个年纪比较轻的叔叔啊 在聊天的感觉 我想 在五年之内 再安顿好一切 顺顺利利的把爹妈接到澳洲来养老 也离开简体中文区 他说这简体中文区应该指的是墙内 就是中国大陆那种环境啊 最后住院 砍爷 砍婶 还有砍婶 我替我老婆谢谢您啊 我本人也谢谢您 身体健康 节目越办越好 谢谢您啊 这个 对了 这个中国重器集团公司 好像在山东济南市公司总部 是吧 这个中国重器公司有一个叫重器宾馆 还就在我们家那 安定门外青年湖公园北门东边 中国重器宾馆 原来呢 是夏空港宾馆 夏空港就是厦门机场 厦门空港 后来卖给了中国重器集团了 现在可能又变了啊 那里边的餐厅前些年还是我的客户 啊 粮油什么的找我要啊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啊 您说这个我太能理解了 整个这行业因为环保啊 因为各方面啊 现在急剧的萎缩 这个可以理解啊 不容易 您这也不容易啊 这个希望我啊 说这么一句话吧 让您的爹妈还要撑住 是吧 毕竟也干了这么多年了 而且这行业呢 再艰难也是您熟的 是吧 人熟是一宝 是吧 反正我就是一直干我这粮油批发 虽然利润微薄 但是别的我不会干 是吧 别的挣钱 那是人家那圈里人 人家能挣钱 像我这种新手 往往就会赔钱 而且我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所以我就不掺和别的买卖啊 也老有人啊 说让我干点这干点那 包括来了西班牙 我就不干 我在这边是退休了 在国内我也不跟别人掺和 是吧 就自己干自己的挺好 是吧 我看您爹妈也干这行 干了很多年了 原来也在那个汽车公司啊 江淮什么的 挺好就干这个呗 是吧 您呢在发展两年给爹妈 是吧 按您说的原来自己家一年 挣千八百万 五六千万的家底 是吧 想办法把钱 来个乾坤大挪移 把这资产是吧 这个分布的 更加的国际化 是吧 这这一辈子坦坦的就过来了 对不对 这多好 好吧 谢谢啊